老公 妈 你怎么来了 你是不是没把工资全部上交给娜娜 亏欺百财不入 你看娜娜的袜子都破了 你穿的人五人六有什么用 新时代的婆婆是不是都爱讨儿媳婚心 妈妈刚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 来 试试 妈 你这是干嘛 走啊 一副宝到账 一万钱 你大姑二姑一会儿就来了 他们肯定在催眠你们二胎的事 你俩赶紧拿着这些钱出去逛逛 等我发消息你们再回来啊 谢谢妈 本以为幸福会持续下去 直到 我让你买 妈 这些服务机可用的 而且我还以后就买了这一次 那也是花我儿子的钱 我爱杂处置就怎么处置 妈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喜欢的东西都买了吗 不够给妈说 别亏待着自己啊 妈 弟妹哄孩子累身汗了 我带她换件衣服去啊 我去做饭 江温给我打个下手 刚才妈这么说月月 你听着不难受 嫂子是独生女 长得漂亮 工作还好 月月呢 样样不行 咱妈就那样 我都习惯了 你当然习惯了 你又不是月月 夫妻关系反映着婆妻关系 妈对我好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她知道 你哥 她会为你撑妖 妈妈不为奶奶喂 妈 不是说了孩子洗澡前不让喝奶 她个小丫头骗子懂什么 妈妈故意饿着宝宝 妈妈坏 我这是开个玩笑 她这么想又听不懂 妈说的对 奶奶更坏 奶奶要害我个小宝 你瞎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 孩子晓得你听不懂 那个月嫂子没办法等人呢 你总进来啊 生个孩子还要这么多人伺候 我那个时候生孩子 第二天就下地干嘛 那时候还在抱着弟弟生个孩子呢 那时候人还吃不饱 那时候喝水还能喝呢 那个时候人真棒 你个江总 我这不是为了你省点钱吗 我省钱不就是给他们俩花了吗 你 你 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叫爸爸 哎 叫爸爸 叫妈妈 先叫谁谁念苦 哦 那就奶奶 奶奶 叫奶奶白眼了 我还不是为了让你省点事 这都八点了 哪有大妈的在睡觉 让自己男人看孩子的 这传出去让人笑话 哎 姐夫 咱妈说了 男人看孩子别人笑话 哎 大姐你也在 哎 先喊妈 孩子先喊妈 哎呦 我不管了 不管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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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省着啊 至于吗 咱妈也没啥关系 我们俩跟妈一块生过二十多年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可这样 妈也不至于突然对嫂子这么好啊 哎呦 娜娜 娜娜 哎呦 没事吧 妈 哎呦 下楼梯能崴了脚 收拾个碗能扭了腰 我以前也不这样 那是因为你之前下楼梯的时候 总是娜娜在后面护着你 给你买腰贴 你说你老为难她干嘛 你俩一吵架 我急匆匆往回赶 车撞了 河头没了 身为家心也泡烫了 我 哎呦 哎呦 聪明的婆婆都是加倍对儿媳好 这样她也会对我好 妻子是丈夫最大的孕 你总不想看我妻离子散 事业不顺吧 我现在就给娜娜 用她挨吃的猪蹄啊 一个女人 在婆家中的地位 取决于这个男人对她的态度 如果这个男人顾着她 那么将成为她的靠山 如果连你都不顾着她 那这个家 就会成为压垮她的大山 老婆 我以后一定 妈妈又不要你了 哎 我来洗水